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nie 今天是casual 我決定新增一個小單元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溫哥華生活的困擾、煩惱 或者我之後是怎樣解決它 收到很多朋友的來信 無論你是在Instagram找我 或者是Facebook找我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常常 一直看這些人 其實可能我也回覆得很慢 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回覆得這麼慢 幾個朋友都有訊息給我 之後就會來溫哥華留學 讀書、旅遊等等 我也很開心 你們來旅遊、讀書、玩 也會訊息給我 一些好消息之餘 其實有很多人也有告訴我 他們現在的苦惱 說我不知來到怎麼辦 有很多東西可能不適應等等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的 我都不例外 我來到這裡剛剛沒時候 我真的很不適應 那我就決定開這個小單元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你有任何問題 你是要即將來這裡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之餘 可能有些問題 我也能解答你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今期的話題 是什麼 那這位朋友仔 他問我 究竟我剛剛來到的時候 怎麼認識朋友 他就說 因為過去 在學校讀書的時期 已經很久 很長 也不需要主動做什麼 去認識朋友 所以他很害怕來到這裡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跟別人交朋友 我是十分明白這件事情 我自己剛剛來到的時候 我都不太懂得 怎麼跟別人去相處 或者做朋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難 以前 無論是小學也好 剛剛升上中一的時候也好 你好像會覺得 同班同學 你很快就可以很適應 很快就可以跟別人熟 那是不知為什麼突然熟了 不知為什麼你長大了之後 就是很難去交朋友 那我來到的時候 也有這個情況 那就是重要的 再加一層就是語言不通 我的英文不是十分之好 我以前在香港讀書 我的中學就是中文中學 我讀到中四的時候 才把所有東西轉成英文 去上課 去教學 但是其實說 你轉成英文上課 但是 你老師都原來講中文 你課本是英文 課本是英文 課本是英文 你不會找字典機查 那些字不懂 但是你對答 你去聽 去講 這些全部都是中文 你突然間 你要把所有東西轉成Channel 其實是很難的 當有這個語言的困難的時候 你更加難去交朋友 第一是自己對自己沒有自信 第二是不知說什麼 是很正常的 我是在一個位置 是因為我的英文不好 我也沒有講的經驗 除了完全Aural House 要講 那些經常都I agree with you 那些之外 是真的很少講英文 所以你來到這裡 把所有東西轉成語言的時候 其實真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適應 那我剛剛來到的時候 我是很緊張的 尤其是 我還要適應一個新的讀書模式 那就是 他們不是同一班人一起上課 要經常走走走走走 去不同的班房 跟不同的同學一起上課 那我之後呢 慢慢開始適應了這個上課模式之後 我就開始在同班裡面 去找同學去認識 去坐 我通常呢 看到哪裡有亞洲人的面孔 我就坐在亞洲人面孔的附近 因為我也很想心存僥倖 這個人會不會說廣東話的呢 如果他會說廣東話 我就不用煩了 到最後呢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都在一些班上 認識到一些香港人 又有認識到一些CBC 又有認識到一些外國人的朋友 那你要說怎樣認識呢 其實如果香港人的話 就很容易啦 你上課的時候 大家同一種語言的話 你很快就會熟 其實基本上你不需要說些什麼 你就可以熟 不知為什麼就是 在一個外國的國家 遇到同鄉的感覺 那就是很快 你就可以溝通到 大家 之後呢 就透過一些朋友 認識到一些CBC 還有就在上課的時候 就以為那些是亞洲人 怎麼坐過之後 大家都說英文的同學 就認識了一些CBC 其實如果你說和CBC的話 其實他們都很好相處的 尤其是你會說你那種語言 所以你又會壓外有一份親切感 雖然他的中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跟他們說英文 自己的壓力都不是很大的 因為你可以笑一下 他說中文不正啦 他又笑一下你說英文 其實都沒有所謂啦 跟著之後呢 就是講一下 跟外國人怎樣做朋友 其實我覺得跟外國人做朋友 真的很難 但其實我覺得外國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給了一個空間 你去跟他們聊天的 因為他們一看到人 就會問你How are you 那當你說How are you的時候 你最近怎樣 你就可以說很多話 雖然有時候 我覺得這個How are you 其實是很廢的 因為其實可能 你問這個人How are you 你是帶著一個 其實沒有就是一個習慣 去說這句話 他不是特別想問你今天怎樣 但是因為是一個禮貌 所以他會先說這句話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契機 你去跟他聊天 譬如你會說 Oh I'm so tired I'm so sleepy 那他就會問你 那為什麼啊 為什麼你很累啊 為什麼你很晚睡啊 我們昨晚做了什麼 這麼晚睡啊 等等等等 就開始扔到後面 可以說的話 所以我覺得 跟外國人做朋友 都不是十分之難的 但是就要突破那個難關 你願不願去說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是不肯說的人 我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因為我對自己的信心是很低的 我讀書不厲害 我來到的時候 我要讀BSL 英文在這裡來說 基本上你是低到沒得再低的位置 但是在香港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英文很厲害 因為我英文的分數都不低 現在在香港的時候 但是 始終 那個level是不一樣的 你在找兩樣不同的東西去清 香港的中文堂學文言文 這邊的中文堂 是學普通話拼音的 那你怎麼把兩樣東西去 compare 我是花了一段很大的時間 去適應這個新的自己 這個什麼都不懂的自己 這個什麼都不懂的自己 這個什麼都不懂表達的自己 是很難接受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英文 不像我這樣 可能你不需要經歷這麼多的 不是很需要經歷這麼多的 這些 這麼 難過的低谷 那 所以是很 我覺得 這個事情是很過人的 但是回到剛剛 去跟別人交朋友那裡 如果你連基本 你說也不敢說 那 別人又怎麼知道你想什麼 別人又怎麼跟你打開一個話甲子 去跟你聊天 那所以我覺得 突破了這個語言障礙 其實跟他們做朋友是不難的 那 還有呢 做朋友是有分很多種的 有分hi by friend 朋友 好朋友 還有 閨密 那所以如果最基本是做hi by friend的話 你跟他有些互動 聊聊天 hi by friend是不難做到的 那你說到他做朋友了 那就要看你跟他有幾密去聊天 那如果你真的很主動 或者其實有時候呢 那些外國人呢 是很喜歡跟 international student 去做朋友 因為他們 是會想學其他的語言的 那因為在學校裡面 其實有法文 日文 中文 你是沒想過其實有外國人 是很想學中文的 那如果當你找到這些的人的時候 其實是很好的 還有外國人 其實很多人都很熱心的 雖然呢 其實說真的 hi school 是一個最年幼無知的時候 你什麼都會取笑別人的 在hi school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hi school這個年紀 就是 那些人 就是這麼衰的了 無論是自己也好 還是其他人也好 什麼種族也好 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是會無條件 這樣去傷害對方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呢 在這個時候 是什麼都會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 他們不尊重人的時候 你要尊重自己 就是你覺得 我其實今天不懂 我就要學到個識為子 我終有一天 我可以說得很好 就是這種 小強打不死的精神 所以 除了那些 不懂得尊重人的人之外 其實很多的外國人 都會很喜歡 去教別人 或者有時候 他會矯正你 那其實這些都是 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我覺得 跟外國人做朋友 就是你學習的時候 例如我其實覺得有一件事 很容易成就 做一個話題 就是電視劇 如果你看很多美劇 其實他們也看很多 所以你也可以跟他們說 例如 之前那套叫什麼 GAME OF PHONE 還有什麼 啊 唱歌風 之下人那套叫什麼 而且這些 這些很HIT的電視劇 其實他們也有看的 最後不是說AVANGERS 說說電影 其實很多這些 都可以是一個話題 去製造給你 去跟他們聊天 而在這些話題裡面 你也會學到很多 我之前試過 是回音的時候 跟別人聊天 看電視劇 那可能我們講開電視劇之後 就慢慢講講講講 就講到他自己做的人 又很喜歡看另一套電視劇 那我是沒有看過的 那他就介紹給我看 那我又覺得 OK啊 那我又看多了電視劇 就好像 其實好像平常 香港人跟香港人聊天 你喜歡看什麼劇 我喜歡看什麼劇 我喜歡看這件 那 其實我喜歡看 第一套很好看 我介紹給你 那我又去看 就好像是這樣的互動方式 只不過你把所有東西 變成英文 那所以我覺得 需要一些的勇氣 再加添一些 自己日常很喜歡的東西 去跟他們聊 其實是很容易 跟別人做朋友 那我覺得大過了 跟別人做朋友 始終都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你會覺得 不知道有什麼話題 可以跟他講 你要想很多東西 我自己學習的方式 就是去找話題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成為話題 女生跟女生之間 你今天做的條件很漂亮 在哪裡買的 那這個 開啟話題的其中一句 你真的會去哪裡 真的會有什麼好做 這些東西 都可以成為一個話題 去跟別人聊 那我當然知道 你聊多了 聯絡多了 那你就會成為好朋友 始終來到這裡 我想一點點 你都會覺得 有點不太適應 或者沒有那個歸屬感 因為身邊的人都不懂 所以你是很難的 而身邊的人 大家都認識 大家只有你一個自己 什麼人都不懂的時候 你更加容易去孤立自己 我自己孤立了自己 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那我真的說真的 我去到Grade 12的時候 我想我去到差不多 我來了一年半 還是一年的時間 我才開始慢慢去適應 我才慢慢開始去投入 其實已經很遲了 其實現在也很後悔 但我覺得 這個是你自己需要的時間 那你就任由自己需要幾長時間 你就去給時間去自己適應 這個新的環境 這個新的空間 那當你身上了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猶豫 鼓起那份勇氣 就跟別人做朋友 我覺得 這個是最好最好的辦法 因為當你有朋友的時候 你要融入這個環境 以及融入這個社區 都會容易很多 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我能夠幫到大家 這是我個人的小小的經歷 小小的心得 如果你也想跟我分享你的經歷 心得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想其實每一個國家 你就算去哪裡 也都有這些問題 我想你去韓國 你去日本 你去英國 那在所有國家裡面 你要去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其實都... 怎樣去做朋友 我想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那... 我自己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終於有自己的朋友 那... 我也很慶幸他們 願意接納我成為朋友 希望你也會喜歡我這條簡單分享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